在使命召唤当中,当乌龟真的是一件有趣的事 其实呢,我也不喜欢当乌龟 我只是喜欢嫁蝶的感觉 你就跟他吞上,开镜 跟他一动不动,他们就上来送死 你看看 就像这把游戏 我们在这里嫁蝶杀了两个 A大的队友,包括重路的队友 全部掉蝶 这怎么打 不是不一样 这边已经是拿下一个三杀了 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队友是怎么打的 他哪怕是架一下蝶都能赢啊 队友全都上去送了 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攒过对面 OK,这边拿下一个四杀 这个时候,月亮不见了 包的时间还没了,还不知道对面位置是怎么打呀 是差一点,是差四个队友 所以说呢 当老六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你就跟他站住一动不动 动动嘴角,就能乱杀 使命召唤手游的老六无处不在 已经要学会存活 尼术身边的道具 有句古话这么讲 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尼术 得来全无非功夫 你看这人头熟得起来 其实我觉得价点还好 别编就好 练枪的时候千万别这样 我会给大家带好头的好吧 会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上